好,来,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说我们在天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 感谢主您保守我们平安的过了一个星期 让我们能够弟兄姐妹在这主日的早晨 能够聚集在这里一同来学习主您的话 愿主您在这个时候赐圣灵,感动我们的心 安静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以信心来学习主您的话 愿主您的话也进到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将它活现出来 让我们能够为主您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加以下学习的时间向主您交托 愿主您圣灵感动带领 愿一些荣耀都归于主 感谢祷告奉靠我们主耶稣的名 阿们 好,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个星期所查的 就是这两节嘛 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好不好 来,一二三 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三三十四节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洲际人 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 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 就是贼不能尽 虫不能住的地方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你们的心也在那里 好,所以上个星期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两节跟以上就跟之上面的那些教导有什么不同 我们就看到就是在之前的主耶稣教导我们是什么东西是不该做的 就是让我们不要忧虑 不要过度的忧虑 然后呢 就是在这里叫我们说我们该做什么 之前教导我们是不该做什么 在这两节教导我们该做什么 就是叫我们要就变卖所有的去洲际人 然后之前也是让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自己要改变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要有所改变 就是我们不要一直去想生命 要吃什么穿什么 因为我们的生命胜过这一切 然后叫我们就是要求神的果跟神的意 在这里就是积极点叫我们跟人之间我们应该做什么 不只是我们自己不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就是要周济人 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地上的财宝跟天上的财宝有什么分别 我们看到就地上的财宝就是会坏会被偷会被宠住 天上的财宝都不会 虽然我们在这里很少人会偷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黑客很多 那些诈骗奇端很多 很多时候我们都可能钱财就不一而非 还有虽然现在很少虫子会注我们的钞票 但是就是通过膨胀这些也慢慢的把我们所累积的东西就慢慢的就是侵蚀掉 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些都是在地上 在天上的财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地上的是暂时的是立即的是带不走的 在天上的是永恒的 我们能够拿来利人的也能够带的走的 这是我们上礼拜所看的 然后我们就说虽然是天上跟地上的财宝有分别 但是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我们的财宝在哪里 我们的心也必在那里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就是要求在天上的事 要求上面的事 不要一直求在地上的事 然后我们看到就是主耶稣其实没有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变卖我们所有的 我们从经文看到不是每一个人神都要我们变卖我们所有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这样做 而且在圣经里面律法上也没有这样记载 也没有很多的去记载有些人会这样的做 但是我们问问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主耶稣要我们任何一个人这样做的话 我们会舍得吗 如果舍不得的话 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 为什么我们舍不得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舍得 把以撒都献上了 我们看到我们父神舍得 把主耶稣也赐给我们了 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他舍得 舍弃天上的荣耀来到这个世界 舍弃他自己的生命 就是要拯救我们 神舍得 那我们为什么舍不得呢 所以如果舍不得的话 我们要好好地去想一想为什么 如果今天神说 某某先生或小姐 你的儿子你愿意献给我吗 愿意让他全时间的服侍我吗 我们会愿意吗 你的孙子现在是非常非常 出色的一个年轻微的少年 他突然间有一天跟你讲 阿嬷或者阿公 我要全时间服侍神 你会舍得给神用吗 我们舍得吗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去 好好地想一想 如果我们舍不得的话 那为什么我们舍不得 我们也看到就是富裕本身没有错 不过我们要小心就富裕 跟富裕有关系的东西 好像就是我们怎样致富 我们的钱从哪里来 如果我们是以平常心 好好地去工作 衷心地为神而工作 工作不是为了自己 不是赚钱 是为了荣耀神的缘故 我们去好好地工作 赚得了钱的话 这些没有错 但是不要让我们的工作赚钱 就完全地充满了我们的心 如果一天到晚就想说 我要怎样去赚钱 我要这样赚多少钱 我要再多赚多一些 这样的话就不好了 它充满我们的心就不好了 更不要捞偏门 很多人说人无偏财不富 所以这个在基督徒 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希望不要在每个星期的某几天 看到我们教会的人 在主屋楼下排队 排很长在那边排队 就是要对神有信心 神给我们的 我们就感谢主而领受 神没有给的 我们不要去抢求 然后我们也问了一个问题 基督徒可不可以投票 不是投票 最近投票投太多了 所以一直想到投票 可不可以投资股票 或是其他的投资产品 我们就是说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做 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心态 如果我们一直去追 那股票的价钱 一直去看 一直去追的话 使到我们真的是分心了 使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就是拉远的话 那就不好了 无论什么东西 合法的 神没有禁止的 我们都可以做 但是最主要的 就不要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很多东西都无所谓 听歌啦 享受流行歌曲 不是 听流行歌曲 享受古典音乐 这些都没有错 看一下电视 看看韩剧也没有错 但是不要看到 追到完全的充满我们生命 就是一直想 一直去想 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就不好了 所以只要不影响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只要不要为神 做了不好的见证 半叠人 我们这些都可以做 这是我们上个星期所看到的 我们就继续 富裕 没有错 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就是一个人本身 如果有很多钱 是没有错的 不过呢 就是有了钱之后 我们是怎样的去 面对这样 去应付这样 去掌握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 是不是 贪得无厌 就是无底洞 虽然已经很有钱了 但是还是觉得不够 已经有一百万了 觉得不够还要多一百万 多了一百万还是不够 就一直要一直要一直要 无底洞 其实我们人需要用到的 其实不用这么多 对不对 不用这么多 我们只有一张嘴巴 能够吃多少 对不对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可能我们的姐妹没有啦 这是外面的 很多人都说 女生的包包 不会嫌多的 总是少一个 无论你有多少个包包 都少一个 少那个还没买到的 那个 女生的鞋子 一定是少一双的 对不对 一定是少一双 少那一双 就是那一双还没买到的 就无论有多少双鞋子 还是少那么一双 不只是女生的 很多男生 我有看过 有男生的鞋子 比女生还要多的 有没有看过 我们要这样多双鞋子干嘛 我们又不是无功 两只脚 两条腿 需要这么多鞋子干嘛 所以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那么多 有意有实就足够了 所以不要一直 有了钱 还要想要更多 还要想要更多 一直 无底洞 一直填 一直填 一定填不满的 因为如果我们想要用钱 来填补我们心中的 那个空虚 一定填不满的 因为心中的那个空虚 只有神能够填满 神创造我们的时候 就是让我们跟神 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如果神在我们心中 拿掉的话 无论你什么东西 都填不满 我们神是无限的 我们神是无限的神 一个无限的神 在心中 你拿掉的话 有什么东西 无限的能够填进去 没有 God is infinite You take the infinite God out from our life out from our heart no matter what you put in It's useless There's nothing in this world that is infinite 没有这个世界 没有什么东西 是无限的 没有办法填满的 所以就是我们要小心 如果我们一直去追 一直去追 一直去追求的话 是不是我们已经到了一个 神不喜悦的一个程度呢 我们是守财奴吗 我小的时候是守财奴 因为我家境不是很好 有钱我已经收 收得紧紧的 就是不想花 谁要跟我拿钱都不行 守财奴 因为钱不多 有钱就一直守着 一直守着 一直守还没有关系 我小时候很喜欢 还拿出来数 一天到晚就拿出来数 都是那些硬币嘛 钱没有太多 不是数钞票 数硬币 我就数一只数一只数 十块钱的硬币 哇多高兴 以前小时候十块钱 我有十块钱的硬币 我们是守财奴吗 一直守一只守 一直不舍得 不舍得什么 不舍得给神用 神感动我们 这个弟兄 这个姐妹有需要 但是我们就不舍得 神感动我们 我们还是不舍得 教会有需要 不舍得拿出来 每次到了 来到教会 要奉献的时候 神说十一奉献 之前我们讲过的 十一奉献 额外的奉献 我们守住 就是不肯拿出来 我们是守财奴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段的经文 神讲得很清楚 我们很小心 一个人不可能 侍奉两个主 你不是悟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欺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 什么是为主的 是我们主耶稣呢 还是我们拥有的钱 我们一定有一个主人的 我们只是要选择主人 可是我没有办法去 说我没有什么主人 一定有的 神不是你的主人 不然的话就是魔鬼 不然就是自己 不然就是骄傲 不然就是钱财 我们一生一定为 一些东西来效力 我们的主人到底是谁 神在这里 主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不可以有两个主 如果主耶稣是我们的主的话 我们就不容许 有其他东西 在我们生命为主的 尤其是钱财 所以在这里 主耶稣说了很重要 不可以侍奉两个主 你不可以又侍奉耶稣 又侍奉马门 就是不能够侍奉钱的意思 然后在哥罗西书三章五节 大家都很清楚 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讲什么 就是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 所以你犯了贪心 你就跟拜偶像的罪事 一样的 因为你所贪的那个 已经在你的心中 取代了神的位置 这个偶像没有什么两样 无论什么东西 在你的生命当中 在你的心中 取代了神的位置 那个就是偶像 所以贪婪 就是与拜偶像的罪一样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钱在我们生命当中 到底有多重要 我们看的比神还要重要吗 跟神一样重要吗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记得 那个银子的比喻 还有那个好仆人 跟恶仆人的比喻 记得吗 那个主人给了 要出远门吗 给了仆人 有五千两 有五千两 有一千 多少 一万五千跟一千吗 五千三千跟一千 对 给五千 给三千 给一千 到底我们要讲去用它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 很多很多的这些恩典 很多的恩资 我们的钱也是神给我们的 我们要讲用它 有为神好好的使用吗 手拆楼就像好像那个 拿一千银子的 就把它买起来 把它买起来 什么都不做 这是不对的 神不喜悦的 神要我们好好地把它用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记得 神给我们的钱 是要我们好好地来管理 这些是神给我们的 不是我们自己的 如果是神给我们的 我们要好好地为神来使用 让这些钱 能够让更多人得到益处 那怎样让别人得到益处呢 基督徒 该捐钱行善吗 这问题好像之前有讨论过 因为我听到有些 基督徒 很坚决地说 我们基督徒 好像什么慈善机构啊 他们 有什么节目啊 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不去捐钱 不捐 有钱的话 拿到教会去 就不捐钱 如果要捐的话 我们拿来给主使用 这样的讲法 对不对 这样讲法 对不对 我们如果我们要把钱拿出来 都是话 我就拿出来给神用 我把钱拿来教会 如果今天要 有一千块要拿出来的话 完全拿来教会 即使在路旁看到有些人 需要帮忙 这些不是基督徒 我们就不帮他们 这样的心态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想想看 我们花几秒钟 自己想想看 当时我听过很多基督徒 真的这么讲 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讲 这节大家都很熟 你们听见有话说 当爱你的灵蛇 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样就可以 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因为他叫日头造好人 也造歹人 将于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如果我们要做天父的儿子的话 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如果我们要做天父的儿子的话 我们要有怎样的心态 我们要有父神的心态 一个做孩子的 一定会像我们的父亲一样 父亲讲教导我们 我们做的应该跟父亲所做的一样 但父神上帝 叫日头造好人 也造歹人 降于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神都帮助那些不义的人 那我们呢 难道我们能够完全的自自不理吗 在节识上看到一个真的很辛苦 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 难道就不能够伸出援手去帮助他吗 如果我们真的没有这么做的话 我们还称不称是父神的儿子呢 父神叫日头造好人再逮人 那我们呢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 常常看到这几个字 主耶稣动了慈心 他看到很多的人 好像羊没有牧人 主耶稣动了慈心 他有怜悯的心 就喂饱了五千个人 喂饱了四千个人 主耶稣看到这些人 他就动了慈心 连主耶稣自己 他是神 他动了慈心 就去帮助那些 那些人到最后 他没有信主 喂饱了那五千个人 成千上万的人 喂饱了他们 隔天他们来找耶稣做帽 你要我们跟随你 你行什么神迹 让我们跟随你 昨天才吃了五饼鳄鱼 神迹所供应的食物 他们隔天还问耶稣 你行什么神迹 让我们跟随你 这些人很多都没有跟随耶稣 但是耶稣动了慈心 也喂饱了他们 也帮助了他们 向他们讲道 那我们呢 我们难道可以 就像约翰一书所说的 可以塞住我们怜悯的心吗 连主耶稣都动了慈心 帮助那些恨恶他的人 我们是主耶稣的人 我们是信主耶稣的 我们是天父的儿子 我们能够塞住我们怜悯的心 不去管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吗 很多时候都是举手之劳 好像在 常常在那个时隔 或是那个 小贩中心 星期六的时候 常常有一些就是肠障人士 在那边吹口琴 唱歌 他们是有牌照的 是有牌照能够在那里 就是做这些街头 慢意的这些工作 他们能够看到这些人 他们就是为了吃顿饭 在那边表演 取悦于大家 难道你就硬着心 不把钱 一些钱给他吗 如果我们真的 那么的铁丝心肠的话 我们像是父神的孩子吗 所以我们不要太过的计较 如果神感动我们 把那个机会都放在我们眼前了 那个人有需要帮助 已经放在我们眼前 是神把他放在我们眼前的 我们就不应该塞住我们怜悯的心 我们像父神一样 去帮助这些人 好像在加拉太书六章十节说了 所以有了机会 就当向众人行善 像信徒一家的 更当这样 对不对 保罗有没有说 只对信徒家做这些事情 没有 他说像众人 但是特别信徒一家 我们更需要帮助他们 但是在信徒一家之外呢 我们也有责任去帮助 这是保罗所说的 所以我们不要太过的计较 尤其是当神把这个人 需要帮助的人 放在你眼前的时候 神就告诉你 我放在你眼前 是有一定的意思 我们要去帮助他们 我们看到就是立位记 也告诉我们很清楚 神在立位记 对以色列人说什么 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们同居 就是外邦人 不是以色列人 就不可欺负他 和他们同居的外人 和你们同居的外人 你们要看他们如本地人一样 并要爱他如己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 这是耶和华你们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所以主要告诉他们 你要记得你们以前在埃及 是做过寄居的 所以你们就不可以现在去欺负那些寄居的人 生命纪十章十九节同样的 耶和华对他们说什么 他说所以你们要联爱 联爱寄居的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 那我们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都是寄居的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这地上不是我们永久的家 我们在地上都是寄居的 我们真正的家在天上 人生短短几十年 即使在地上多好的话 也是短短几十年 好不好给你活上120岁 但是跟永生相比 这差的太多 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 既然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 他们在地上也是寄居的 我们就不应该彼此的亏负 神这样的照顾我们在地上寄居的信徒 我们也要同样的去照顾别的寄居的人 好不好 所以这是神教导我们的 而且主耶稣在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当中 《护教福音》12章也讲得很清楚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去洲际人 主耶稣要我们去洲际人 他没有说去洲际以色列人 他没有说去洲际犹大人 他是广泛的去洲际人 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 我们要去行要去做 但是要要记得这一点 要记得的一点很重要 就是我们不是靠行善得救的 这一点我们要弄得很清楚 不要说我们行善行多的时候 有时候我一定上天堂 如果有人上天堂 我这一定是第一个 因为我捐了多少多少的钱 我帮助过多少多少的人 如果我们心中稍微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行善是因为神要我们行善 是神给我们机会行善 但是我们行的善再多 也没有办法帮助我们上天堂 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行 这完全的是神的恩典 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很清楚 要记得很清楚 所以当我们帮助别人之后 记得上次应该是 是哪个牧师啊 应该是秋次强牧师吧 你帮助人也可以为神做见证啊 你帮助人 人说谢谢你 然后你要说什么 记得吗 牧师讲过什么 要讲为神做见证 你帮了人 你要说谢谢你的时候 不用谢谢我 谢谢主耶稣 我是基督徒 这样的很简单的一句见证就够了 如果一个人像那个人这样做见证 两个人像那个人做见证 三个人像那个人做见证 他一定会有很好奇的 有一天他一定会走到教会来 所以帮助人有些时候啊 我们也可以有机会的话也能够为神做见证 让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样能够来相信耶稣 所以我们行善是没有错的 不要太过的吝啬 不要说我的钱只能够给教会用 如果神给我们机会的话 我们要为向众人行善 好 最后这一点就是总结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很多有关钱财的 这个要我们要实时的读 可以的话背起来 要实时的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行的方式来读 天摩泰前书六章六节 然而敬迁再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 也不能带什么心 只要有一有实就当知足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有现在迷惑 或在永弱 我们都其作物知有爱的心 教人神家在败买和灵魂中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给刺透了 所以这点要很小心 我们都要记得 我们没有带什么东西到世上来 也不能带什么东西走 所以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地上的财宝跟天上的财宝的分别 我们没有办法带什么东西走 所以钱需要太多吗 在这里 保罗告诉我们什么 有义有实就当知足 如果你贪恋太多的话 你就会这样在这里所说的 用许多愁苦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给刺透了 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子 国王牧师常常在台上也讲了这样的一个例子 就是罗德的例子 记得罗德吗 罗德开始是跟亚伯拉在一起嘛 然后因为东西太多 钱太多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 钱太多反而变成我们的咒诅 钱太多了怎样 圣畜太多了 仆人跟仆人开始吵架了 所以亚伯拉说 这样不好 你放眼看这个天下 你看看你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我们分开一点 让我们的羊 我们圣畜都有草可以吃 结果呢 那个罗德 这个很不客气哦 叔叔叫你说你先选 他就先选 他没有说哦 你是长辈你先选 罗德并没有这么说 亚伯拉叫他先选 他就先选了 他就看哦 那个地方很好 肥美之地 他说好 我要到那边去 亚伯拉说没有关系 你要去那边 你就去那边 我去别的地方 他去了那个地方 好是好 但是缺点是什么 缺点是太靠近那个索多玛城了 然后他在那边生出那么多 要另外叫什么 这些什么牛奶啦 羊奶啦 羊皮牛皮啦 羊肉牛肉要卖给谁 卖给那个索多玛城嘛 距离太远了 就哎 再慢慢的搬近靠一点 距离太长了 就再慢慢的靠近对 慢慢靠近对 最后索性就坐到城里面去了 但是我们看到罗德 他保守的住 罗德他把守的住 在那个希伯来书 还称他为义人 说罗德因为索多玛城里面的罪 而他天天忧心 他天天很难过 所以罗德是义人 他把持的住 但是自己把持的住有用吗 谁把持不住 他的家人把持不住 自己把持的住 对不对 他还是一个义人 希伯来书还称他是义人 他没有受到影响 但是他没有受到影响 他的家人受到影响 他太太受到影响 他两个女儿就受到影响 对不对 结果神要降硫磺跟火 把索多玛烧了 他就带着太太 拉着两个女儿就跑出城了 太太受到影响 结果呢 回头看一下 就变成炎柱了 两个女儿到最后 还跟父亲乱伦了 生出了孩子 成为以色列人以后永远的敌人 所以我看到 我们真的要很小心 有些时候作为父亲的 作为母亲的可能把持得住 但是我们环境对我们孩子很重要 我们把持得住 孩子不一定把持得住 要很小心 虽然我们罗德把持得住 但是他最后还是用许多愁苦 把自己给吃透了 所以很小心 钱财要很小心 贪财是万的之根 钱财不是万的之根 如果钱财是万的之根 我完蛋了 我是交财经的 如果钱财是万的之根 我就失业了 所以钱财不是万的之根 贪财才是万的之根 不要去贪 不要去贪 愿这话语常常在我们心中 指引我们 好不好 好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看多几节 35到40节 但是我们先看两节 先看三节 35到38节 好我们请应的方式来读 好 路教福音12章第35节 你们腰里要树上带 灯要点着 主人来了 看见仆人警醒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必叫他们作息 自己树上腰 敬前伺候他们 或是恶根进来 或是财神进来 看见仆人这样 那仆人就有福了 看清楚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 主人代表的是谁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主人 在这比喻当中 主人代表的是谁 主耶稣在这里 想要教导他们什么 谁啊 知道了 没有关系 你就出生 没有人知道是你 就讲出来就好 主人是谁 耶稣很好 这主人代表的就是主耶稣 在这里 这主人去了婚姻的言习 又代表了什么 在这比喻当中 耶稣说 这主人就他自己 去了婚姻的言习 是在这里 是有讲的一个意义 主耶稣要代表出什么 主耶稣要跟门徒讲什么 他要去一个地方 他要暂时离开 对不对 我们看到主耶稣会暂时离开 跟门徒讲了 我要暂时离开 但是离开不一定是永远离开 我还会回来 为什么主耶稣要叫我告诉他们 有没有听过一个英文的词语叫 separation anxiety 有没有听过 这小孩子很多 我三个小孩 超级黏妈妈的 奇怪都不黏我 我很凶吗 不会吧 三个都超级会黏妈妈的 妈妈一不在 你看他们就 哇 就不行了 妈妈一走开 他们就开始哭了 三个孩子都是一样 我记得那时候在美国 就是 有一次 玉珍要回去台湾 因为他的那个爷爷身体不舒服 他就回去台湾 哇 我儿子 太太不在 完蛋了 很难搞 我那个大儿子 你看现在这么高大 他以前很爱哭 妈妈一不在 哇 真的是 完蛋了 就一直哭 一直哭 一直哭 有一次在车上 他只是走开 也是下车去跟 因为碰到一个熟人 下车去跟熟人讲话 他在车上睡着 他起来 看不到妈妈 还好 但是因为那窗口摇下来 他听到妈妈的声音 看不到妈妈 他就开始哭了 所以小孩子都有那种 separation anxiety 小孩子很少 想跟妈妈 就是分开的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知道 如果有一天 他 不是如果有一天 他知道他要离开 暂时离开 那门徒会怎样 门徒会怎样 当主耶稣离开之后 门徒会怎样 那在这里 主耶稣说 他还会再回来的 他还会再回来的 不用担心 不用惧怕 不用哭 不用闹 我还会再回来的 所以呢 要告诉他们 不要惧怕 不要惶恐 不要惊恐 真的 如果你把自己 当成是门徒 你想的话 在当时 如果主耶稣突然不在的话 你会害怕吗 肯定的 因为你在的那个地方 你所信仰的 不是那个每个人都觉得很好的 每个人拍拍 你心这个很好 你心这个 每个人在逼迫 一直在逼迫 连主耶稣他们都逼迫 主耶稣突然间被逼迫了 上了十字架了 你不怕吗 你不害怕吗 一定会害怕的 但是主耶稣又告诉他们 不要害怕 不要惧怕 不要惊恐 因为我还会再回来的 所以如果主还会再回来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 不但不要害怕 不要忽略 主还会回来的 这个真相 不要忽略 主还会回来这个真相 所以呢 要好好的等候主 要好好的等候主 所以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好好的等候主 主会暂时离开 但是我们成为神的子民 我们应该怎样呢 要怎样的等候法 等候的责任是什么 等候的责任是什么 没关系 你戴着口罩 讲大声一点 没有人知道是你 等候的责任是什么 如果妈妈今天说 我要出去买菜 家里打点打点 对不对 所以呢 等候的责任是什么 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束上戴 腰要束上戴 腰束上戴是什么意思 什么时候腰要束上戴的 要工作的时候嘛 对不对 要工作的时候腰才束上戴 所以要忠心的为主工作 这是很重要的 要忠心的为主工作 腰要束上戴 还有呢 灯要点灶 点灶的什么意思 见证 还有呢 除了为主做见证 对不对 我们之前看到了 人点灯 不会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照亮一家子人 大家都能够看到 除了让做见证 在这里 在家里 晚上的时候 点着灯 还有什么意思 等主人回来的时候 束上戴工作 点上灯是什么 我爸以前是 很严肃的一个父亲 我们到外面去 如果11点还没有回到家 你知道我爸会做什么吗 客厅灯开着大大的 他就坐在前面 等你回家 你回家 你开门就完蛋了 看到他一个大大的 一个父亲坐在中间 还打着灯 就知道完蛋了 一定被骂了 所以同样的 打着灯是什么意思 等候 还有呢 醒醒 请守 等候 就是不要 关上灯什么意思 关上灯就是睡着了 对不对 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 做仆人 等候主人回来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 我们现在也是 等候主耶稣再来 我们要怎样 要束上戴 要忠心的 殷勤的 为主 做见证 为主事奉 点上灯 要紧紧紧紧紧 不要拖揽 不要睡觉 不要打盾 要好好的 为主做见证 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 在这里有扣门 扣门就立刻给他开门 什么意思 意思很明显 就是如果你真的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一扣门就会马上开门 实时预备好的意思 马上开门 立刻给他开门 不是很多时候敲了门 Oh come in Wait a while 然后就去做什么东西 慢慢慢慢踩到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门那边去开门 不是等候 而且是殷勤的等候 像小孩子在家里 等候父母回来一样 这边等着 这边等着 一敲门就快点开门了 不会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去喝一杯茶 喝一杯咖啡 让我去厕所一下 我才来开门 不会 就是非常非常的迫切的 等候的意思 迫切的盼望主回来 我们有这样迫切的心吗 我们真的 如此的迫切的盼望 主再回来吗 来扪心自问 想一想 我们真的迫切 等候神回来 之前我们看的那个 主导文嘛 对不对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尊明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我们也问了这个问题 你真的愿意神 这个时候 他的国降临 这个时候 主耶稣回来 我们准备好了吗 国牧师常常在台上 也是一将的问我们 我们准备好了吗 对不对 上次那个永福传道也 也是讲了同样的话 你们准备好了吗 神几时回来 我们都准备好了吗 他说 主啊 迟一点回来 我还有东西还没做完 我还有很多地方 没有去玩过 欧洲还没有去过 日本还没有去玩过 英国还没有玩过 挪威还没有玩过 主 慢点回来 让我享受完了之后 让我准备好了 在那边 好好主意再回来 我们是这样的心态吗 当然对很多弟兄姐妹 很多身体很不舒服的 躺在病床上的 日子很艰苦的 很艰辛的 我们常常在压力很大 日子很兴奋 我们说 主快点回来吧 我工作已经受不了了 我的身体受不了了 主你快回来吧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是 在我们生命的 最高峰的时候 当我们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想说 主你现在回来 会不会呢 我不知道我们生命 现在在哪个阶段 有些人可能 刚刚娶了媳妇 刚刚结婚 刚刚在谈恋爱 打着火热 主你慢点回来 我还没结婚 我叛了好久 终于有一个孩子了 主你慢点回来 叛了好久 终于有一个孙子了 主你慢点回来 我们现在 在我们这个生命的阶段 我们会希望说 主你快点回来吗 我有愧 我可以说 我现在我不敢说这句话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父母 应该是算要信主了 但是还是有一点 不是很确定 所以我跟主说 主你 再迟一点 等他们真的就信了主 受洗之后 那我就可以毫无牵挂 我有愧了 但是希望大家不会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东西能够乐住你 所以我们希望主快点回来 如果有任何东西阻止我们希望主快点回来的话 我们要去对付他 所以现在我就要积极的向我父母传福音 积极的鼓励他们要受洗 这样的话我就不会有任何的牵挂 所以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还有什么遗憾 还有什么牵挂 还有什么要为主了 做的事情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做的吗 我们快点去做 有些时候像主不要那么快回来 有些时候是不好的 有些时候是好的 好的就是 神我还没有侍奉够 还有人我还没有传福音的 还有很多东西我还没有为主做的 我想要尾声 我还没有尾声的时候 你就回来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有些东西是好的 有些东西是不好的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 所以每一个人在心中 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今天真的想神快点回来吗 如果不想的话 为什么 为什么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审问自己 好 所以 现在没有多少时间 就是功课给大家回去想一想 在这比喻当中 这个主人正常不正常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主人做了什么事情 这主人做了什么事情 那些 他回来之后呢 主人必叫他们 就是这些仆人 坐席自己 树上带 敬天 伺候他们 这主人正常不正常 我们在这里很多有 请帮佣的 你们会这么做吗 我们会这么做吗 然后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提到这样的事情呢 主耶稣是要教导我们什么 好不好 我回家想一想 下礼拜我们来讨论一下 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会加上这一句 主人必叫他们 自己 树上带 敬天 伺候他们 我们知道这是很不正常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主耶稣要把这不正常的事情放在里面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我们下个礼拜我们来讨论 好 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 主我们在天上亲爱此爱的天父主 我们感谢赞美您 我们感谢赞美主您丰盛的话语 从主您话语当中 我们能够学习很多很多宝贵的功课 所以求主您感动我们的心 开启我们的心 让主您的话语 次次都进入我们心中扎根 还要我们能够明白主您的心意 因为明白 我们要把主您要我们做的事情都行出来 让我们能够在世界为主您做那美好的见证 愿主您帮助我们 我们感谢主 我们将以下敬拜的时间向主您交托 我们恳求主您保守在路途当中的弟兄姐妹 让他们安全平安的回到我们当中来 我们感谢赞美主 感谢祷告 奉靠我们主耶稣的名 阿们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礼拜见